例如今天的整個戶外教學是台海新聞攝影大賽的獲獎作品展 這個是集合台海新聞攝影大賽三屆的精華作品 它有好幾萬張照片裡面挑出來的 那它這個是三次的比賽的得獎作品 得獎有三種獎 一種是每一個組別的第一名跟優勝 第一名是金獎 然後優勝獎是這個叫優勝獎 等於是佳作獎 然後六個金獎裡面選出年度最佳 外面有三張三屆 那最大張的就是他們稱之為金浪獎 這個比賽的主辦單位叫廈門日報 對岸的廈門日報 我去年去當評審 我看到他們的作品非常整齊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主辦單位非常用心 所以我跟他說你們願不願意到台灣來展出 那他們說OK 可是這個過程很麻煩很複雜 我昨天揭幕典禮到現在真的感覺很累很累 雖然收穫很多可是真的策展這種海峽兩岸的不好玩 沒賺多少錢可是事情一大堆 多到不行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問我策展的事情 但是可以問我攝影的事情 我們今天是攝影課 那大概的範圍背景是這樣 他目前有幾個項目包括台海重大新聞 台海經濟新聞 台海藝文新聞 台海生活民俗 台海什麼的 等一下你們會透過這個看到 他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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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民俗新聞類 等等的 這個都是他的 他的表題 每一個題目的主題 以及主題說明 所以你們等一下需要花 我猜會花一個小時 左右五十分鐘 你慢慢看 然後這裡頭的每一張主圖照片 都是我選的 這個展板是我編的 它是一個開放的比賽 所謂開放的比賽是 不限定資格 你不一定是攝影記者才能參加 而且是單張跟主照一起比賽 這個對於評審來講很困難 因為單張是單張的範疇 主照是主照的範疇 主照他是規定 一個人要交十張照片 一組照片 那你在這邊最多看到五張 是我精選出來的 那最少主照都是三張 所以只要有主照的 只要有主照的 那個都會有主照片 一主照片裡面最大張那個是主照 那這個主照也是我策展的決定 所以換句話說主照是符合這個主題的精神 才會被我跳出來 各位他已經得獎了 得獎裡面的這個照片裡面的最精彩那一張 被我跳出來 作為強調作為對比之用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看的話 第一個順序 請你不要看標題圖多 這個先不看 這種標準 這種看 就好像你在看作品一樣 看展覽一樣 看畫畫一樣 你不要受到那個標題的影響 因為各位的想像力 各位的那個對於視覺的理解能力 是一定有程度的 不要擔心 重點是你看了幾個標題 你會受影響 那你的想像力跟那個相對的比較能力 就會受到限制 所以看展覽第一個經驗就是說 你先看影像 因為影像是一個非線性閱讀 非線性閱讀就是說 它是立刻進入你的眼睛 立刻跟你的情感產生互動 立刻會產生情緒 你看到好的照片 看到那個等一下會有人殺狗的東西 你就會看到 你會很有感覺 那那個感覺你再來看圖說 就會增加你更深的感覺 OK 但更重要的是 你有什麼感覺 你要多敏感 雖然各位下班再過來會很累 看這個有點沉重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呢 我會盡量輕鬆 各方面 但是我可以擔保 你看過這個展覽之後 經過我的講解 你的印象會很深刻 這樣子 那以後新聞攝影對你來講 就免疫了 你就眼界就已經OK了 就不會擔心 看不懂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新聞攝影現在已經跟 所謂的這個 一般攝影 差不多了 它的範圍已經沒有 沒有那個射線了 請問最大的一個改變 你知道的是什麼 新聞攝影已經納入了什麼攝影 你知道嗎 這個 手機攝影 在世界最大的攝影比賽 和賽 秘書裡的 手機攝影 都已經在得大獎了 只是這個比賽還沒有 沒有放進來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欸 我是要 要 你要是得獎 你要分我一杯羹 好 這個手機攝影 因為它沒有侵略性 你不要以為說 哇 新聞攝影都是拿那個大炮 沒有了 新聞攝影記者 有一個在 那個 美軍那個 那個戰場 有沒有 那個最近那個戰場 叫什麼 阿富汗 或者是那個 另外那個 伊朗克戰場的時候 有一組 得到第一名 得到秘書裡的 那個 什麼 什麼類別的 我忘了 它是用手機拍的 是用iPhone 因為 他拍的題材是 在戰場裡面的 官兵 美國官兵 他們在休息啊 他們在寫家書啊 他們在 過他們的戰場的 那個生活 然後他用手機拍 因為他知道說 如果他拿那個 大相機的話 欸 他們就會防備啊 他們就會說 欸你為什麼要拍我 可是手機拿起來 你拍你的 反正你只是做一個 那是紐約時報的 攝影記者喔 很專業的 他拿iPhone啊 拍下來之後 他用Instagram 你有那個軟體 再把它處理過 方持你的 得到大獎欸 而且不是今年 還是三年前的 三年前已經 手機攝影得大獎 新聞攝影的大賽的大獎 是用手機拍的 所以你看 他已經結合公民 結合手機 他開放題材 他不限定資格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就說 欸我要去看新聞攝影啊 包括來 去年有人 看普利茲嘛 對不對 普利茲現在也是有 開放任何題材啊 好 普利茲是我是策展顧問的 可能有人知道 那普利茲也是很震撼啊 好 那這裡頭 我要你觀察 台海兩岸的 攝影的 有什麼差異 好 你會看到 沒有 作者後面沒有寫台灣 就是大陸 好 有台灣就有台灣 好 好 大概是這樣的背景 那請問各位現在 今天有什麼期望啊 今天有什麼期望 好 有期望 舉手 講 走 看看 兩岸這個 這個 攝影 新聞攝影記者 對於一些新聞事件的話 這種 主觀的這種 圖像解讀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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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等一下你也自己看一下 這個 你可以演出更深入的題目 等一下你再反應給我 好 還有 以前有人反應就是王大師 他都拍一些比較沙龍調的 他們認為在那個時代這個工具是很稀少的 他應該要具有一些義務性幾乎那個時代歷史之類的東西 那以現在來講這已經是很普遍的工具了 那現在的記者是不是有什麼使命 攝影記者有什麼使命 好 這個問題是大問題 那 等一下你看過之後 我再問你說你看出什麼樣的一個檔案沒有 那些很多都是引用人家網路一些無理工 對 覺得很魅力的 對對對 這個好問題 還有 我有一個問題 我曾經在一些報道上看到說海峽對岸的記者呢 必須要有證件 還有他們的一些攝影的東西需要被審查或怎麼樣 那我很好奇這個現在我們呈現的東西呢 是不是經過審查過的東西 是不是這個審查制度是真正是存在的 還是道聽途說的 那是不是只有在大陸 是不是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士才可以做新聞的報告 跟攝影這樣 因為 我們 在臉書上 或在什麼地方 都有看到說 這些 甚至是旅客 旅客 的 攝影器材 都被 沒收 對 OK OK 好問題 這是我的華裔 好 等一下會有些檢查 是 還有沒有 三個問題了 再兩個 有沒有同學 本班同學 其實我想幫同學 其實我還想請老師讓同學知道說 要拍出有意義的新聞攝影的話 本身要做什麼準備 就是要拍出老師挑出來的這種畫面 讓人家知道 能力跟條件 能力跟條件可能就是很普遍 就是說 在進入那個現場 在拍那個東西之前 大家要做好什麼準備 好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好 我可不可以補通一個問題啊 就是 我前幾天 看到那個 有一個攝影比賽 是跟高齡的人 高齡人口有關 高齡照護有關 那 我就照了一些照片 想要去比賽 嗯 結果打電話去 才發現 他們的畫素 必須要一千萬畫素以上 可是我是當時 我就是只有用手機攝影 嗯 那我的手機 只有八百畫素 所以我想知道 您的這個所謂的 用手機來得獎 是不是它有畫素的限制 現在 現在立刻回答 我知道 iPhone 4s 的 相機 它拍出來 就是1.6mm 對不對 它就可以了 你這個是八百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 現在第五階 那個彩色衝印公司的老闆 他發展出一個 轉換 把你的手機攝影 轉換成 20寸的大照片 細節很細 所以你是被那個 那個主辦單位跟你說 你的畫素要多少 給下到的 他說我不符合規定 沒有啦 他還沒有看到你的照片 他還沒有看到你的照片 你只要把 用這樣的程序去做 做出來之後 寄過去 他照樣是可以接受的 你自己打電話去 受到他的限制 他還去檢查你的畫素嗎 不見得 他說要放大 他說八百畫放大 如果我的作品 要講的話 是沒有辦法放大 情他無扯 外行人 OK 你自己不要被他混 所以我跟你講 你就是把它放大看看 如果你在拿到 第五階的Majig 如果你的照片非常好 你是值得把它放大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攝影師很認真的 你還可以去買個iPhone 4 就是你就用那個來拍 畫素會比較高 不過我知道iPhone 好像是多少 800萬畫素而已嘛 現在都有1300萬畫素的嘛 其實可以高一點的畫素 然後你到時候處理起來 也會更 畫素更好 因為的確會有 那個品質的問題